中華職棒統一師啦啦隊女孩 UNIGIRLS舉行媒體見面會 介紹三位新成員的加入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前樂天女孩艾璐 艾璐在今年初跟統一師的投手胡志維結婚 隨後又加入統一師的啦啦隊 未來將會出現胡志維在場上投球 老婆在場邊應援加油的永續畫面 她們也成為終止時尚第一隊 現役球員跟啦啦隊不棄檔 跳指今年全新推出的全壘打應援曲 來自南台灣的統一師啦啦隊女孩UNIGIRLS 展現熱情的應援舞步 媒體見面會上正式介紹三位新成員 艾璐 珊珊和依妻 對於新學妹的加入 蟬聯正副隊長的Yuki和賴賴 可是讚與有加 她們其實都適應得滿快的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 艾璐她本身就有職棒的經驗 那不用說不管是季舞 或者是上場的經驗 她都是非常足夠的 新人中就以艾璐最受矚目 她曾經是LAMI GROSS和RAKUTEN GROSS成員 今年初嫁給了統一師投手胡志偉 卻意外加入自家啦啦隊 她其實很支持我 就是當初知道還可以繼續跳的時候 對 然後我有當然就是先詢問她的意見 那她當然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是還想要繼續跳舞 那她其實知道之後她就說那很好可以繼續跳啊 剛好不跳 對所以她是非常支持我出來繼續跳的 老公在場上投球 老婆在場邊應援加油的有趣畫面 在不久將來就要上演 當初就很想要跟可能自己的家人或是 就是哥哥啊 同隊之類的 但是現在就是可以跟自己先生同隊 我覺得我真的可以達到我自己 以前就想要達成的夢想 我覺得很開心 女孩們家庭練習 牢記舞步 希望正式上場時 千萬別漏氣 華視新聞 潘建任 楊智富 楊一嘉 台北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坦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